国际焦点继续来关注在西方军援不断的情况之下 现在的普钦是不是已经四面楚歌了呢 就告诉您俄乌局势晚间有最新的进展了 乌克兰部队已经攻入了赫尔松市中心 那么当地的政府机构跟广场被重新挂上乌克兰国旗了 赫尔松的居民还上街迎接乌军凯旋归来 甚至还有民众当场撕掉了俄罗斯的官方海报 那么这是近几个月来乌克兰军队取得的最大胜利 而俄罗斯的国防部在稍早也已经证实 所有的俄军已经撤出赫尔松 边笑边哭报警乌克兰士兵 另一位大兵兴奋地爬上高塔大力挥舞蓝黄国旗 另一头民众爬上梯子亲手撕下写着俄罗斯永远都在的大海报 俄军真的撤退了 乌克兰部队已经进入赫尔松市中心 拆掉俄罗斯国旗换上蓝黄乌克兰旗帜 这样的景象从赫尔松到附近村庄反复上演 就在周五俄罗斯国防部发出最新声明 说俄军所有人员已经在11号早上离开赫尔松 而且还强调没有任何俄军军备焊武器留在聂伯和西岸 回顾国去几天 自从俄罗斯宣布要撤出赫尔松后 乌克兰士兵从好几个方向分头晋级 乌军横扫着城短短24小时内就拿回12座关键村庄 看见乌克兰士兵军名喜悦写在脸上 克林姆林宫坚持赫尔松还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俄军撤退并不丢脸 反而告诉跟着撤出的平民都是美国的错 乌军进攻这么顺利 原本还在怀疑俄军只是固步一阵 目的就是要让乌克兰掉入陷阱 现在事实证明 俄军真的因为守不住聂伯和西岸 放弃战争开打以来 唯一拿下的大程式 夺回赫尔松是俄军撤出基辅后 乌军最大胜利 但乌克兰东部战争持续中 战争不结束 双方兵力死伤就会继续增加 泽伦斯基说俄军死亡人数是乌军十倍 但美国参谋联席会议主席秘利 在发表演讲时评估 俄军已经有十万死伤 但乌军数字可能也差不多 另外俄罗斯小动作还有不少 俄军疑斯准备测试核动力鱼雷 但最后放弃并没有试射成功 试射核动力鱼雷失败 但也能看出俄罗斯还在为了继续打这场仗 努力挣扎 第二遍新闻中报导 美国前总统小布希夏周三将举办一场会议 届时将邀请的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Live视讯对话 而蔡英文总统也获邀视讯致辞 详细的内容交给记者李作恒 好就在全球关注俄乌战争发展的时候 那么现在总统蔡英文 他要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两个人有个同场的活动 那这个同场其实是一个视讯的会议 在11月16号的时候将会视讯同台 那么谈的主题就是为自由奋战 当然不只是总统蔡英文 以及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另外还包含了美国前总统小布希 也会在这场活动当中 一起来视讯参加 那么这也是继六月的 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后 等于是再度的同场 那当然会谈到的主题 包含说全球自由的奋战 以及如何抵抗威权的威胁 还有就是像是一些新兴技术 自由未来 以及美国到底要如何来协助 以及支持 这些都是可能会谈到的主题 那当然也主要是因为 现在俄乌战争的情况之下 很多人也开始关注到台海的议题 说到台海 我们继续带您来看的是 中国大陆不断的强化 他们在南海的人工岛礁建设 就有一名菲律宾的摄影师 他最新拍到的空拍照片 就发现了像是美济礁 永蜀礁 中亚岛 这些大陆的岛礁 包含了像是雷达战 海军基地 甚至是完整的军用跑道 竟然都已经在这些岛礁上 完整建构 严重威胁亚太区域的安全 而美军现在也加强部署岛链防线 将在澳洲常驻B-52轰炸机 进行战略的压制 也明显的看到 美中对抗竞争越来越激烈 中共早在2007年 就开始在包含永蜀礁 以及美济礁填海造陆 并且部署海空军设施 国际称之为珍珠链战略 意在打通中共的南海门户 中共为了克服所谓的 马六甲困境 所以它从浙江一直延伸到南海 跨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 沿线建立了很多港口 然后串联起来就像一个珍珠链 那这个军事机器 它主要功能就是 中共它其实不用再画 所谓的南海防空识别区 它只要在南沙这个地方 还有永兴岛 西沙这个地方有足够的防空飞弹 或反舰飞弹 其实岛礁上面 光是建设机场这件事情 能够进入长城的轰炸机 或者战斗机 对于整个海面上的态势影响 就非常的大 岛礁等于就是一艘艘不成航空母舰 那对于海域的整个制空权来讲 就会有非常大的优势 同样着重于海洋争霸 美军的岛链战略 开始强化军力分散部署 其中位在第三岛链的澳洲 是一大重点 美军将在澳洲的 丁达尔空军基地 长期进驻六架 能携带核武的B-52H轰炸机 当地正投入四年一亿美元的经费 清建捧场油库 以及弹药储存设施 与中共的南海战略 互别苗头 因为美国过去的亚太 是把航空海上兵力 集中在少数的基地 这样当然有运作比较有效率 跟物质比较容易运输的一个优势 可是这也提供中共的弹道飞弹 跟巡航飞弹 一个良好的攻击目标 所以现在美军采用一个 疏散式的布置方式 就是把大量海空军 分散到许多的基地 或远或近的基地 让中共需要用更多的飞弹 更多的其他航空武力来摧毁 才能够达到过去 搬掉一个基地的一个效果 根据华府智库CSIS兵推 模拟共军在2026年武力犯台 虽然最后是以失败作收 但美军在冲绳与关岛的基地 都会受到重创 因此也开始强化兵力分散部署 而针对中共的海权扩张 也不断在外交上提出谴责 假如说我们从国际政治的角度 来观察的话 这是美国它强化中国威胁论 团结周边国家 一直对抗中国整体策略的一环 以美国的能力来讲 假如说美国真的要去攻击 中共所占领的这些岛礁的话 它只要派遣一个特选支队 就应该已经够用了 所以这些岛礁 其实对占领国来讲 它政治上是延伸国土的界限 来宣示主权 但是也没有说 绝对的威胁跟效果 那这些岛礁就跟 我们的太平岛一样 在军事上 它的共同点就是义工难手 但是你摧毁那是在战争时期 在没有战争的平常状态 其实任何国家的 不管是军用的或民用的商船跟军舰 进入就势必受到它的威胁 中美两大核武强权 不到最后关头 绝不会轻易动武 然而成平时期的军事较劲 激烈程度 恐怕也不输战争 TPBS新闻李伟华顾尚军 台北报导 请支持TP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